现在是4月8号2022年终于2022年第一号台风马勒卡已经生成了 目前的风力18级还没有达到台风级别 但是已经命名了 目前他是在远洋亚密尔上面距离菲律宾还是很远的 距离我国那就更远了 目前他的气压已经1000以下了 995百趴 可以看到这个英语网站上面马勒卡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 这里显示气压是994 然后这里 因为目前的话有好多个 有三个 还有两个台风配胎 现在96w台风配胎都出来了 说明进入4月份的话 这个太平洋西太平洋 这个洋面现在活跃起来了 第二号台风是叫年雨不是鱿鱼 这个名称 这编号都已经出来了 就等它生成吧 可以看到马勒卡他的总体方向是往东北方向 是往这个日本的东面这个洋面上面穿过去的 所以对于我国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